这里是天阳玄界 如果是个困惑可以看 视频总让我们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面相的案例 我们说男人的面相 格局一定要开阔 五官要大气 并且面骨要厚重饱满 男主刚好是相反 面骨偏小 五官精致 见棱角 见肖薄 见骨 而且比较小巧精致的 五官对男人来讲 是有一些不得配 面相格局很难打开 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五官 分布还算是比较均衡 但是格局比较小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从耳朵 也是往上提外张 个性稍显张扬 并且容易高调 容易高调 漏风忙犯小人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对整个面骨偏小 面相格局难打开的人 一般过过小日子还是可以 但是想要大富大贵 成大事还是比较难 那么对于老百姓来 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 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安稳踏实 但是男主呢 又是表情比较俏皮 一副玩世不公的神态 生在富贵人家还好 如果是生在普通人家 就有一些不得配了 那么有一些玩世不公 并且呢 这个玩心比较重 比较好动 而且呢 个性偏敏感 要强不服输 自身能力也不强 但是呢 心态却有一些眼高手低 这就是有一些不得配 那么整个从双耳来看 双耳是往外提 往上提 往外张 个性呢 稍显张扬 容易高调 漏风芒犯小人 并且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从这个眉毛来看呢 眉毛啊 有一些浅淡 疏散 做事的 没有尝性 没有耐性 定力稍不足 而且呢 个性稍显急躁 容易三分钟热度 很难尝大事 再让本身的眉毛 疏散偏浅的人呢 有一些薄情重力 对感情当中呢 有一些偏花花公子的心态 这个眼睛很灵动 有灵气 聪明灵巧 动手能力很强 学东西也很快 但是呢 卧蚕风营呢 这个异性桃花还是不错 异性原坡家 桃花旺 但是呢 这个眉散不拒啊 有一些薄情寡异 容易在感情当中呢 是一种这个典型的渣男的 一种面向风呢 因为本身他这个桃花比较旺啊 本身再加上这个他 眉毛浅 眉微微 这个彩霞 是代表感情的 彩霞处如果是稀疏不散的话 有一些在感情当中渐动荡啊 是典型那种渣男的面向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中年这个鼻孕来看的话 就鼻高龙 鼻梁启节 个性在偏强势 而且呢 在这个 尤其是在感情当中偏强势啊 甚至会 PUA对一方啊 而且呢 这个我们看到 鼻 有一些 鼻直见孔 那本人的心思不坏啊 只在感情当中 有一些俏皮 有一些爱玩啊 玩心比较重 心思 个人心思不坏 我们说鼻直见孔的人呢 比较直率啊 个性呢 稍显张扬 容易犯小人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双拳来看呢 双拳呢 不起事啊 这个见骨啊 所以说在感情当中呢 是有一些偏强势 所以说不利姻缘 姻缘是有一些好事多么 那么 从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人中还是建构啊 人中建构 子思风啊 这个双唇有一些歪斜啊 容易快言快语 犯口舌是非 并且呢 有一些双口外张啊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 整个下额来看的话 下额还是有利啊 腮骨秃啊 个性还是比较坚韧的 如果是说 能够发挥自己所长啊 能够玩 也能够玩出一种 人生啊 玩出一种自己的 个人兴趣爱好来 那么在自己的擅长的领域 加以坚持的话 还是能小有所成 这是这个下额有力啊 一般的做事呢 还是比较要强 不服输的 再加上本身 这个面骨啊 见棱角是偏筋骨质 所以这个动手能力还是比较强啊 学这个学东西很快 容易在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个人的兴趣爱好方面的能够有所发展 这是整个啊 一个面向的分析啊 再加上本身刚才讲到的这个 而往上提外张 并且呢 耳伦呢 包不住耳阔的人呢 啊 往往是容易自我为中心 各于个性有一些乖张张扬啊 所以说这个是 这个耳伦呢 是代表外部的环境 所以有一些 孤耸姿态 旁人助力不多啊 这个人员一般的靠自己呢 去摸索啊 探索 所以还是要收敛一下自己的个性啊 比较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稳重的心态啊 去面对人生才能够有更好的一种格局啊 好了 整个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这个酷酷可以看视频 主任我们自己 我们下期再见